詳細的新聞內容 3號強風訊號現證生效 海馬增強成為熱帶風暴 在中午12點集結在本港西南偏南 大約260公里 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 移向廣東西部的沿岸 天文台預測 本港風力將會逐漸增強 普遍吹強風和有狂風大躁雨 但日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的機會不大 由實習記者吳沛君報道 臺灣仔風大雨更大 就算大了傘也擋不到雨 在尖沙咀天星碼頭風扇明顯強勁 今早部分地區有雨轉吹強風 天氣已經沒有那麼滿熱了 雨傘有時頗大 海面有湧浪 部分渡輪服務受到影響 呼籲小輪就宣佈 來往屯門、東涌、沙羅灣和大澳的渡輪 將吳京大澳直至另行通告 熱帶風部海馬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約260公里 以一個西北或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 隨著海馬逐步接近 我們都開始受它的環流和雨帶影響 我們預計今天普遍會吹強風 來我們會吹裂風 而它的雨帶也為我們帶來狂風大雨 除非海洋道明顯變化和路徑有明顯出現的變化 我們預計今天需要改發更高 以大氣存信號的機會是不大 繼續局宣佈 幼稚園、肢體雙殘兒童學校 和智章兒童學校今天停課 而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就宣佈 多個貨櫃碼頭下午2點開始 暫停提取貨櫃服務 亞洲電視記者 五沛君報道 我們的同事朱欣培一直都在尖沙咀碼頭 朱欣培 外面的天氣如何 是的 歐哲良 其實整天早上尖沙咀的風勢都挺大 時不時還會下起大罩雨 有時大到連對面海都看不清楚 一些沒有帶傘的市民顯得非常狼狽 其實看回現在尖沙咀這裏 現在不是下很大雨 還可以見到有不少的旅客 專門來到這裏買東西或拍照 更加有一些市民專門來到這裏 釣魚和看浪 在這裏的報導 先把時間交給廠 謝謝外面的同事 受到熱帶風暴海馬影響 本港多區的風勢強勁 而在上水就有大樹倒塌 壓住私家車 私家車的車頂凹陷 玻璃被壓碎 工程人員利用電鋸鋸開樹幹 方便搬走 早上大約8點 上水大西之路和橋頭街交界 一棵十米高 直徑二十米的大樹倒塌 交通一度受阻 事件中無人受傷 ocre也動 沒問題